好,那么有了这个所有文件之后,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全文检索的引擎帮助我们去搜索数据啊,那么它到底怎么使用,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表单对吧,有一个输入框你一数点你搜索,是不是应该让全文检索帮你搜索数据,对吧,所以呢,首先你要去看一下这个表单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base,找到这个搜索框这一块啊, 然后关于搜索框这一块,这里是不是有俩影铺的,你注意啊,你要把它放在一个表单里面,就写上一个fum,写上一个fum啊,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fum之后呢,这里面fum的开头,然后呢fum的一个结尾啊,然后把它放在一个表单里面,然后呢,这里面是我们里面两个元素,然后下面注意表单的设置啊,你要使用表单的设置,method等于get啊,method等于get,固定的啊, 然后搜索商品的时候,哎,你搜索的关键字是不是输在这个,输入了搜索栏里面,对吧,然后这个搜索栏关键字参数叫什么名字啊,你注意啊,名字固定,ko,名字叫做ko啊,然后,下面呢,你像这个表单我们有一个提交的吧,你点击应该进行提交,所以我给他改一个,submit啊, 然后你一提交,你提交的时候,你搜索说,这个参数是不是要提交到一个地址啊,这个地址呢,你写一个action啊,action,然后,这个地址叫什么呢,你可以呢,自己去写啊,自己去写啊,这个地址呢,不固定啊,我们固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get,一个是这个,q,然后你到底要提交到哪一个地址啊,比如说我提交到这个,search啊, 那么现在你想一想啊,我在这里面,我一点击他访问这个地址是吧,访问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对应的处理是我们自己要处理吗,是我们自己处理吗,哎,我们的目的是不是借助搜索引擎,对吧,所以你需要呢,去配置这个地址啊,这个地址,他匹配完之后,他对应的这个处理是应该交给这个搜索啊,引擎去做啊,那么这个怎么做啊,写完这个地址之后,我们需要呢,去加一个配置啊, 找到我们的daily flash的uils,我就在这里面讲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写上一个uil啊,开头,写上一个search啊,那你注意,你刚刚表单这边写的什么,你就写什么,对吧,你写的是search一,你就写一个search一啊,我写的是search,所以我这边配置的时候,就应该是写上一个search啊,然后写完之后,对吧,我们说最终这个地址呢,在匹配完之后,他应该交给这个,全文检索啊, 框架去做啊,那么后面干嘛呢,直接呢,去包含全文检索框架的uils啊,incloud highstack.uils,所以这里面啊,你注意啊,这里面是,全文 检索 框架啊,你注意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最终一点击,他一反问,刚设计这个地址,这边一匹配,最终这个处理过程,你是不是就不要管了,对吧,他已经交给这个 highstack了啊,然后在这里面,哎,这个配置的话,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你注意看到这里面,首先啊,我们说这个,meta等get是固定的,内部等ko也是固定的啊,然后呢,这个地址你可以随便写,但是你下面写的什么,在上面你配置的时候就写啊,就写什么啊,最终他后面对应的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包含,全文检索框架的uils文件啊,就交给他进行处理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配置啊,配置完之后,然后呢,下面我们搜索这个结果,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在这里面直接呢,输入一个,哎,我们启动一下我们的项目啊,在这里面启动,pass,manager.py run server 好,在这里面直接呢,哎,首页的吧,然后呢,输入一个,比如说收入一个关键字,叫做草莓,然后在这边呢,直接点上一个搜索,哎,你注意啊,看这个页面 给你报了一个错误对吧,time plate does not exist啊,某版文件找不到,然后呢,告诉你,找不到谁 search目录下的search.itml啊,就是最终你看呢,搜索完之后是不是就没有搜索这个search.itml,看到,去哪搜索的啊,time plate下面的search目录下,是不是找了这个文件的吧 哎,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点击这个搜索,其实呢,全文检索框架,那么它呢,会通过这个搜索引擎,帮助你呢,去搜索出对应的结果 然后把搜索完结果之后呢,它会把搜索的结果,传递给你,time plate search目录下的一个search.itml的一个文件啊,但是呢,它现在找不到这个文件,所以呢,它报了一个对应的错误啊,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呢,去新建一个文件啊,就在这个search下面新建一个文件,你有一个文件啊,你有一个html叫做search啊,search,ok 然后呢,这里面啊,你注意,它,你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你比如我在这边刷新这个页面,是不是就没错了 没有,哎,这个文件就是我们这,刚刚的这个文件啊,它就没错了啊,它已经找到这个文件了 哎,它找到这个文件,它最终会给这个文件呢,传过来这么几个某版变量啊,首先第一个,query,搜索的 关键字啊,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搜索的 关键字是什么,那么会通过query给你传过来啊 比如我们在这边写上一个query,然后呢,写上一个换行 那么你就在这边看一下,我一刷新这个页面,哎,我们搜索的是不是草莓 所以你在那边一刷新,你关键字是不是就草莓,对吧,哎,这是query这个关键字啊 然后还有一部分叫做当前页的pager对象啊,也会给你传过来,传过来的pager对象的名字叫什么 就叫做pager啊,就叫做pager,所以你在那边你也可以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叫做pager 然后呢,写上一个换行,然后在这里面直接呢,做一个刷新,哎,这里面呢,就是给你传过来的pager对象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他呢,在帮你去搜索完这个数据之后啊 其实呢,他给你传递数据的时候,他会对数据呢,进行一个分页啊 他搜索完数据之后,他传递数据的时候,他会对数据呢,进行一个对搜索结果呢,进行分页啊 哎,对,我们的搜索结果,哎,进行分页,进行分页之后呢 然后呢,他就会把当前页的pager对象呢,给你传过来 哎,他这个pager对象呢,跟我们之前讲的分页是一样的啊 然后你知道这个之后,我们之前给大家说了啊 你是不是可以便利这个pager对象,拿出里面的数据 对吧,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比如说便利啊,我写上一个 ul,然后在这边我便利,直接呢,是发我们的 哎,item,比如说发item啊,进行我们的这个 配件啊,哎,便利他,然后呢,写上一个 那我便利出来的每一个item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写上一个li,然后他写上一个item啊,然后在这边我去做一个便利啊 我就直接刷新,哎,你看一下啊,便利出来是什么 哎,你注意啊,你便利出来的这个配件对象 便利出来的每一个都是search result类的一个实例对象啊 注意啊,便利配件对象获取到的都是search result的实例对象 在这个实例对象里面包含了你要查询的这个商品的数据啊 那么你怎么拿,你怎么拿到这个实例对象里面包含的这个数据 那么他里面的有这个实例对象的有一个属性叫做object啊 这个object就是他里面包含的这个模型类的对象啊 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啊,在这里面我直接呢去点这个object啊 然后我在这里面直接呢去做一个,刷新,哎,看没看到一个goosesqobject啊 对吧,这是我要拿到的商品的信息 对吧,所以你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呢通过去便利 然后通过便利出来的itom的object呢,拿到搜索到的商品的信息啊 这是他,然后第三个啊,还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叫做我们的分页的pagerNator对象啊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分页的pagerNator对象啊 它的名字就叫做pagerNator啊,pagerNator 那么你在这边呢,我们直接换个行 你在这边去做一个相应的显示啊 OK,来看到这里面就是我们分页之后 分页对应的那个pagerNator对象啊 OK,那么这三个呢,就是全级检索框架 那么帮助你呢,搜索完数据之后 给我们的模板文件传过来的三个东西啊 query,搜索的关键字,pager,当前页的pager对象 只不过你便利这个pager对象的时候 你获取到的都是这个类的实例对象啊 这个类的实例对象里面有个属性叫做object 这个object才是你要你需要的这个模型类的对象啊 然后还有一个pagerNator 它就是分页的一个pagerNator对象啊 这么几部分啊 就是这三,你知道这三个东西啊 然后直接到这三个东西中啊 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搜索的结果页面啊 这个呢,我就把它改掉了啊 我就把它改一个名字 直接呢,叫做search1 search1啊,然后呢,我们在我们这个list页面的基础上 把我们这个搜索结果页面做出来啊 把它copy一份,copy一下 copy啊,然后呢,放到我们这个目录下方 给它改一个名字叫做search啊 好,这里面改一下这个东西 这里面呢,我叫天天生间商品搜索结果列表 好,这里面呢,你注意这里面有一个DIV元素的吧 那我在这里面,我写谁呢,我就写上一个query啊 就显示它的一个搜索 关键字,然后这里面呢,我改一下 我给它写上一个搜索啊 结果如下啊,搜索结果如下 哎,我们就把它改掉啊 然后在这里面,你像这个新品推荐呢 哎,我不需要,我把这个删掉 然后下面呢,哎,这里面是不是便利显示每一个商品的信息 这是不是这个页嘛,对吧 然后呢,还有这个菜单呢 我们也不要就直接删掉啊 像里面的这个DIV元素呢,也不要了 哎,把这个也删掉 我们现在只留这么外层的一个DIV 还有这个UL啊 还有这俩东西啊 把它俩拿过来 好,那么然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去显示出这个搜索的商品的一个结果 那么,结果的话,你在这边是不是便利这个配件对象 哎,给你传过来配件对象 就我这边讲的便利这个配件对象 对吧 便利出来的不是SQ 我们换个名字啊 叫做 Iterm啊 那么我要拿到它里面的包含的这个商品的信息 看一下我们这边你需要做一个更改 对吧 然后这个链接 这里面呢,就应该改成这个 Iterm点 object的,对吧 哎,同样的道理 这里面SQ都改成对应的Iterm点 object的啊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啊 直接是Iterm点object 好,这里面是Iterm点object点 name啊 好,这里面同样的都把这个都把这里面改掉啊 好,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还有这个价格 还有这个单位 好,我们把这些是不是就改完了 对吧 改完之后 那么这一部分改完之后呢 下面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页码 那么这个页码的话 你看到,哎,我们说这是我们传过的 传过去 列表页传过去的配件对象 那么它传过的配件对象 是不是叫做配件 所以这边你做一个更改就可以了 把它变成配件 然后呢,把这个呢,也变成 配件啊 然后呢,你像这里面 哎,然后呢 这个UIL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啊 我们把这个UIL呢,先删掉啊 把这个UIL,我们就先删掉啊 这个就,啊 这里面对应的也三点啊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中间这个页码的链接 对吧 这是不是变这个页码的列表 那么现在你要获取这个页码的列表 我们说呢 给你传过来 这个配件内容是不是传过来了 哎,分页之后 页码的列表是什么 哎,是不是 Pager Neta Pager Range啊 哎,就分页之后页码列表 现在我要判断,对吧 判断是否是当铁页 那么这里面还是应该改成一个 配件啊 好,如果等于它的话 对吧 哎,这里面 啊,那么这个链接呢 哎,先拿掉 哎,这个链接拿掉 OK,哎,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哎,这就是我们便利啊 上一页下一页 以及呢 哎,一页码的一个列表 然后呢 下面呢,写这个链接 那么你点击上一页的话 其实还是应该搜索啊 还是应该访问我们的搜索地址 就是Gal Search Search啊 Search 然后 最终你要搜索的谁 你要把这个关键字呢 再给我跟在后面 所以呢 应该写上问号 Q 等于我们的搜索啊 关键字 然后呢 写上一个 Quare啊 哎 然后再往下呢 你要访问上一页的时候啊 你还要告诉我 你要获取到的 是第多少页的内容 你要把这个页码呢 也给它传过去啊 那么这个页码怎么传 注意啊 这里面按的符号后面还要跟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叫做 Page啊 Page后面呢 等一个页嘛 那我是上一页的页嘛 所以我这边应该写成这个 Page.Provice Page 那么啊 Page.Provice 那么 好像下面的这一部分呢 你只需要改一下就行了 哎 把这个呢 也是 改成它 然后呢 这个Provice呢 改成这个 Next啊 改成Next啊 好 像中间这两个链接 哎 同样的把这里的页码呢 改成对应的 改成这个 Pindex啊 好 这边也是一样 那么这里面也是改成一个 Pindex啊 OK 哎 这就是我们 页码链接的一个更改啊 注意还是 DoneSearch Search后面呢 Q跟上一个搜索关键字 然后按到后面呢 跟上一个Page 指定你要获取第多少页的内容 如果呢 你不跟这个页码的话 默认显示第一页啊 第一页 OK 我把这个写完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看一下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在这边 回来 搜索一个草莓 草莓啊 点击搜索 OK 哎 是不是搜索出来一个 看到没有 哎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搜索的一个结果啊 搜索一个结果 看到啊 你在这边点击 哎 它可以呢 跳染到对应的一个 详情页面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搜索结果的一个页面啊 草莓 对吧 搜索结果如下 在哪呢 都在这个里面啊 都在这里面啊 OK 哎 这是我们的这个 全文检索 它的一个使用啊 它的一个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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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